翁卡二三題 他說氫原子光譜中 萊曼系列的頻率極限 所以萊曼系列就是 氫原子他的電子 從能接N跳到能接N等一 那麼他的頻率極限就是N從無窮大 跳到什麼呢 跳到N等一 所以他的頻率極限滿足這個 就是Δ的1 等於多少呢 等於12 13.6 13.6 乘以1頻率極限掉的無窮大頻率極限 那這個等於多少呢 這個是等於那個 這個單位是電子伏特 所以是Lan大分之1240 算出來的單位是I的 算出來的單位是I的 那我們先把它算合看 他是問頻率 所以先把Lan大算出來 Lan大等於多少呢 12400 除以1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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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算出來是I 那這樣的話 這個 等於多少 這是I嗎 這樣等於多少呢 等於這個是 12400 除以13.6 等於多少呢 9.11 乘以10的平方 再乘以10的多少呢 DI是等於10的 負10次方公尺 這單位是公尺 所以是9.11 乘以10的 負8次方公尺 好那這樣的 頻率 F 是等於 是等於C除以2 這3乘以10的 8次方公尺 9.1乘以10的負8 3除以多少呢 給它倒數 等於 它再乘以多少呢 乘以3 大概是3.29 不對 我們看 3除以多少呢 9.11 等於多少 0.329 0.329 0.329 乘以10的 16次方 這是 赫子 這樣等於多少呢 3.3 3.3乘以10的多少呢 15次方 3.29 答案選B 用3.2乘以10的多少呢 等於3.29 乘以10的多少呢 15次方 15次方 所以答案應該選B 我請問 所以方 3.3 各方 6 6 6 9 10 7 谢谢大家